加利科技进口路货 冒充成国家对口罩流入实名制口罩通路 指挥中心宣布 目前已经回收了187万5000多片口罩 但有周刊报导就指出 还有其他厂商引进路货 标示成马来西亚制造的医疗口罩贩售 对此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要全盘调查厘清 再一起向民众报告 我想这些相关的单位都在调查中 我想调查清楚 香港单一的个案 事实上这样子一个一个来 恐怕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况的秩序都弄乱了 我们把它厘清了以后 再一起跟大家来做报告 频频传出不肖业者将大陆制口罩 卫装成医用口罩混入台湾市场 民众要求政府从源头把关的声浪响起 财政部官务署 针对进口口罩伪标MIT案 清查先前查扣的84万片进口口罩 表示经过比对 84万片口罩并没有口罩国家队涉入 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 进口口罩仿冒MIT一律销毁并罚款 只有在台湾制造才能叫做MIT Made in Taiwan 所以凡是不是在台湾制造 从国家进口不管它是哪一国 在海关我们一定严查 只要不是在台湾制造却打上MIT 我们一定没入销毁并且罚款 疫情全球延烧 医疗口罩成为各国防疫最紧要资源 台湾口罩国家队打响口碑 并且MIT口罩内外销都很抢手 指挥中心表示 最快在两周内将强制国产医用口罩 每片都要刚硬标示 庄人相表示 经济部已经协调相关的厂商 全力生产需要更换的刚硬雕刻轮 会尽速供应给口罩业者 相关费用由业者负责 新常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黄燕林 特别报道